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知道是哪一道菜吗 哈哈 我知道是有名的公保鸡丁 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川菜考鸡的时候学过呀 厉害 那么今天这道菜就由您来做 这道菜属于上河邦川菜的成都官府菜 特点是选材广泛 口味相对清淡 善用豆瓣 糖类等调料 讲究用料精细 准确 严格以传统经典菜肴为准 其味温和 绵香悠长 也是流传最广的四川菜 公保本是官称 古代官员按等级分为九品十八级 有虚贤 有公贤 像什么太师 太父 太保 太子少保 这些都是封给朝中重臣的虚贤 还有些死后追赠的 通称为公贤 丁宝珍当年因贫析过碾乱 两制黄河水患 创办山东机器局 抵御外辱 光绪二年被赐为太子少保 于光绪十二年死在任上 朝廷是其功绩卓著 又追封为太子太保 人称丁宝宝 他生前最爱吃的鸡丁的制作方法 后来被称为宫宝鸡丁 主料 鸡腿肉250克 还可以用我们的猪瘦肉 猪鲤脊肉 鸡胸脯肉等进行代替 辅料 酥花仁50克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熟花生米 可以用烤炸的方法 制熟 调料 干辣椒结 10克 这里的干辣椒呢 主要指的是 二斤条干辣椒 我们也可以采取当地 带有辣味的辣椒来进行代替 花椒 1.5克 小黄姜切成枝甲片 约6克 大蒜切成片 约15克 大葱丁 25克 筋盐 3克 黄豆酱油 5克 老橙醋 8克 白糖 10克 料酒 5克 料酒 味精 0.5克 鲜汤 25克 玉米 水淀粉 30克 色拉油 60克 实验步骤 7克 实验步骤 老抽 鯛 小麦粉 大蒜 拿出来 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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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2个 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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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抽 排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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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